第六百三十一集 国漫卷三十一 帮人设 不补充 楼主 警告 你耗没了 抖腿 竟然敢打出那个谁的名字 忘记被一页撤掉所有新闻搞得恐怖了吗 层主还是太年轻 前排点辣 抖腿 此处应该CJ 抖腿 神灯这个人最近在国漫界很火 这是第一次有人系统地把他的资料整理出来 可能有些娱乐圈人对艺术界 学术界的小提琴协会高级学员到什么程度 对IT界抖腿是谁也不了解 但娱乐圈 严锡的神级编曲江山翼 对OST的成员QR却非常熟悉 其影帝火锅当红明星的小侄女也不陌生 甚至有人扒出了当年京大学霸们双修三修的专业评论都被扒出来 一波接着一波的瓜 围观的群众眼下已经怀疑人生 沈编辑跟曹助理这三个人已经看到满脸麻木 三个人还没放外这条科普下面的评论 在刷新的时候 这条科普瞬间消失 与此同时 网友新出炉评论 扎毛了 一晚上 半个小时的时间 秦染连本人都没出来 却再度席卷整个微博 难怪 难怪那天看到颜希 曹助理深吸一口气 她看着审编辑的手机 一句话没有完整地说出来 刚刚拿资料上的秦染多大来着 不足25 她的那些朋友也一个个都是怪物 难怪让她争取影视版权她半点也不急 沈编辑也悠悠开口 房间内依旧很沉默 但是跟十几分钟之前的沉默完全不一样 沈编辑看着微信上神灯的头像 第一次不敢点下去了 全国高考状元 物理界天才 IT界精英 她有些明白为什么那些网友骂骂咧咧的了 正想着 沈编辑的手机响了一声 打破了安静的气氛 她连忙拿出来一看 正是极限慢端的高层 接吧 曹助理双手还凶 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手机 真是风水轮流转 极限慢端这边 墨家现任家主 已经快到六十岁 不过精神挺好 今天正在靠近郊区的庄园钓鱼 晚间休息的时候 就收到了一份密函 她面色大变 匆匆感到极限慢端 墨之恒还在清洗极限慢端总部 听到墨家主找高层开会 她心里诧异 不过还是放下了手边的事 她要跟她爷爷讨论极限慢端以后 归属权的问题 正置得一满 一行高层全都做好 等墨老爷子过来 墨之怀也在场 看到墨之怀 墨之恒十分礼貌地笑了一下 才继续对在场的负责人道 极限慢端的事情 我跟柳编辑已经彻底处理好了 大哥 坐在椅子上的墨之怀抬头 你 三少爷 你太意气用事了 跟秦家的合作那么重要 你怎么会选神灯 现在惹怒了网友 惹怒了秦家 要不是大少爷 及时帮你处理 我们好不容易 跟京城那边的关系 就要被你破了 墨家一位负责人 淡淡对墨之怀道 等家主过来 我觉得三少爷 极限慢端的执行总裁 还是要暂时罢免 听着这一行人的话 墨之恒只淡淡笑了一下 会议室内不少人 都在跟墨之恒 还有柳编辑说话 墨家之前站队 并不是很分明 墨之怀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能拿到极限慢端 实际上很多高层 都很看好他 然而都没有想到 墨之怀会在这件事上 出了岔子 此时只有墨之怀的 几个料料心腹跟他说话 其他人都在热情地 同墨之恒交流 就是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 墨家家主 墨之怀的爷爷进来 爷爷 董事长 会议室内所有坐着的人 全都站起来 柳编辑赶跟墨之怀横 是因为墨之怀背后没什么人 但对墨家主 他还是万分敬畏的 也是站起来恭敬有加 墨家主威严地点点头 无视了要跟他说话的墨之恒 直接看向墨之怀 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和 之怀啊 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了 墨之怀也一愣 没反应过来他爷爷的意思 不过只愣了几秒 他就应对自如地开口 爷爷 极限慢端旗下神灯 墨家主朝墨之怀微微弯腰 十分诚恳 这件事我已知晓 你堂哥的解约协议 我已经让人撤了 听说你跟神灯很熟 希望你能把他劝回来 这件事还有以后墨家跟京城的关系 都要仰仗你了 现在时间还不晚 之怀 你上去联系秦氏总部合约的问题 墨家主让心腹亲自把墨之怀送上去 此时网上的事情也才刚爆出 墨家主的反应让整个会议室内的人都懵了 等墨之怀走后 墨之恒终于忍不住 爷爷 你在干嘛 这是我们跟M州接触的一次机会 柳家那边都跟M州联系上了 直到看不到墨之怀的背影 墨家主才转过身 看着极限慢端的一众高层编辑部长这些人 最后把目光放到墨之恒身上 你一向聪明 怎么这一次这么愚 跟神灯解约 爷爷 神灯这个合约 本来就是三弟假公祭司 网上都一片骂声 秦氏也不管 我 为什么 秦氏也不管 你知道秦氏为什么跟我们签约吗 墨家主啪的一声把一份资料扔在地上 怒目而视 这是刚刚柳家给我的资料 我让你去查真相 你倒好 竟然直接跟人解约了 知道神灯是谁吗 秦氏 秦氏IT部刺席工程师 秦氏的大小姐 这次的合约就是由她发起来的 没有她哪里有便捷式协约 你买通水军去黑神灯 一一子宁抢秦氏的资源 哪里来的脑子 犬子里很多人都知道 京城秦家崛起了 并直逼成家 却鲜少有人知道 秦家背后 至始至终都站着那位大小姐 听完墨家主的这一句 墨之痕整个人身体一晃 她第一看着墨家主扔给她的这份资料 神灯 秦氏 她自然调查过神灯的资料 知道她姓秦 但没有多想 毕竟天下姓秦的那么多 也没听过秦氏是秦家人 谁知道 极限漫端最不显山露水的神灯 竟然就是秦家大小姐 一瞬间 墨之痕犹如五雷轰顶 整个脑袋一片空白 墨家主发完火 直接摔门离开去找墨之淮 柳家现在已经跟京城搭上了 墨家跟秦家绝对不能结仇 而这其中 墨之淮是最重要的一环 剩下办公室内的人站在墨之痕身边 脸上的神色也有些呆 似乎 完了 从今天起 墨之淮跟墨之痕在墨家的地位 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变化 魔都这个天要变了 比起他们 眼下受到最大冲击的是墨子宁 他时刻关注着微博 看着自己的粉丝越来越多 他自然高兴 事情爆发后 他的微博立马就沦陷了 有漠视的人曝光一一子宁 才是靠关系的那个人 不时有人问他哪里来得这么大脸 尤其是他之前还给小马甲的那条微博点了赞 这件事掩盖不了 眼下那条点赞的微博被网友单独拎出来群嘲 尤其是之前他的粉丝嘲讽 神灯不知道一一子你有千万粉丝吗 因为杨妃 秦颖帝跟颜西这些人 还有秦燃的光辉历史 但论热度跟吸粉速度 连秦颖帝都不敢跟秦燃比 嘲讽秦燃粉丝少 疯了吧 一一子宁的评论 以十秒一万的速度增加 他立马发出了一条道歉微博 只是他之前内涵秦燃 还给那条潜规则的微博点了赞 洗都洗不掉 他一步步爬到今天 然而从今天开始 他好不容易营销出来的美女漫画家的人设彻底崩了 穆子宁眼前也黑 平生第一次无措 他咬着牙 脑子里瞬间想起了之前穆管家跟他说的话 他今天为了刷老爷子的好感度 住穆宅 直接下楼去找穆管家 敲门 穆管家 你之前跟我说的秦家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些什么 第六百三十二集 国漫卷三十二 找秦神帮你升级APP 穆管家蒙逼 穆管家是个老年人 十一点 他已经睡了 不知道网上的事 听到穆子宁的话 他整个人瞬间清醒 这还是第一次他看到穆子宁是这个表情 所以说 穆南上次跟他说的是真的 想是这么想着 穆管家却没把穆南说出来 只是看着穆子宁 我无意中得来的消息 子宁小姐 你没事吧 穆子宁定定看他一眼 没再说话 转身离开了 看着穆子宁离开 穆管家站在门口 没有立马回房 只是面色凝重地让人去查这件事 这一晚 无论是网络还是魔都 乱成一团 只有秦染一直安稳 一日 他被林思然视频惊醒 才知道网上的事情 他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拿着牙刷 嗷了一声 才到 没事我挂了 刷牙 刷完牙 他才翻了番微信 微信上 沈编辑给他发了一串省略号 秦染也给他回了一串省略号 他拿着手机 一边下楼 一边看微信上九十九 留言 穆南也给他留言了一条 我跟我妈今天去艾斯大看看 秦染看了一眼 想起来前两天宁威说的事 他喝了一口牛奶 若有所思 他给穆南发了一句话 穆南没正面回答他艾斯大的事情 只问他 穆老爷要请你吃饭 魔毒研究院的事你知道些什么 他笑了笑 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 咬着吸管 看身边的成卷 宁威这次来魔都 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成卷把一块面包放在他身边 动作不徐不缓 艾斯大那边的化学研究院 制药工程 我让柳当家给我找资料了 虽然成土他们也快到魔都了 但魔都这边本地的秘辛 柳家最有底蕴 查起来肯定比他自己的人方便 应该要不了多久 行 秦燃咬了口面包 放心了 柳家作为地头蛇 肯定不许 极限慢端 微博上的人扒出了 秦燃的粉丝榜单之后 数十万人前来极限慢端看漫画 并瞻仰大佬的粉丝榜 极限慢端刚加工好的APP不负众望 再次崩溃 极限慢端工作人员在微博上哭求网友手下留情 网友回 淡定 你看微博崩了这么多次他们说什么了吗 HH找秦神帮你们升级一下APP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帮你神灯QR 莫之怀办公室 他同审编辑再次延展了合约 这次的合约不是神灯本人拟定的 而是秦氏直接帮他拟的 办公室内 莫家主还有莫家的高层 终于输出了一口气 确认神灯那边没有问题后 莫家主刚要离开 秘书敲门进来 带了一个人进来 莫少 柳当家给你送的请帖 莫之怀一愣 手上拿着的笔都有些不稳 柳当家 柳当家比他爷爷都要高一个级别 这种魔都真正的巨拨 怎么会送他请帖 别说莫之怀 连莫家主都挺愣的 柳家最近和两大招连线了 在魔都如日中天 锋芒早就碾压了莫家 柳绝 他自然认识柳当家身边的第一手下柳绝 柳绝留下礼盒 有些感叹地看向莫之怀 这人真的是误打误撞 运气可真好 莫少 我们当家诚挚邀请您来 他把琴帖交给了莫之怀 就告辞 就告辞离开了 办公室内 其他人面面相去 好办上 莫家主才问 之怀 你是怎么结识柳当家的 那个柳绝 是柳当家的心腹 莫之怀摇头 他只是看着柳绝的背影 若有所思 等莫家主走了 审编辑才看向莫之怀 莫少 那个柳绝先生 莫之怀默默看向沈编辑 我记得他来公司送过跑腿快递 614号好像 沈编辑心头一跳 这就是神灯再次签约的日子啊 他低头给神灯发过一条消息 大沈 你当次的合同是怎么过来的 几秒钟后 对方回 没发快递 让人送去你们总部了 这条消息莫之怀也看到了 他跟沈编辑对视一眼 都能看到对方 谋底清晰的买卖坯 让柳当家的左右手送快递 好半场 莫之怀才看向沈编辑 我想拜访一下神灯大神 你能帮我说说吗 沈编辑汉手 我帮你问问 这边的穆家 穆管家一早起来就收到了穆子宁跟墨家的全部经过 穆子宁向来高调 微博上的事向来藏不住 更何况这次闹这么大 魔都的名愿没几个 尤其是柳家这一代美女生 虽然穆子宁之前是魔都第一名愿 但跟京城的陈温如 勤然比 无论是背景还是实力放一起 无异于公开处刑 穆管家查完前因后果 胆战心惊地去跟穆老爷子 还会穆总策划等人商量 一行人面面相去 能看到对方谋底的惊骇 无一例外地都想到了穆男之前的警告 老爷子连墨家都被动了 京城那几个家族果然不是好惹的 只是 穆男少爷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秦家一手策划的 总策划弱弱地开口 他确实心有余悸 好在昨天闹那么大 他因为穆管家的话 在极限慢端几个高层推波助澜的时候 他没有参与 秦家没有把穆家算进去 不然 穆管家也心惊胆颤了一晚 好伴赏 他开口 子宁小姐那里 房间里面的人没有说话 只面面相去 穆子宁在漫画界很难混下去了 又得罪了穆之怀还有秦家那位大小姐 他在摩都的地位 大部分是因为莫三少 穆家不仅柳家 但却也是摩都的霸主 不是穆家能比的 之前的优势全都耗光 现在又有十分优秀的穆男出现 穆家大部分人怕是都要动摇了 穆老爷子摇头 他已经让人提醒过穆子宁 眼下只能说穆子宁他自作自受 只叹息一声 管家 你有没有问小南 我的生日宴让他表姐还有他妈妈都来穆宅 算了 问他没用 直接去找他表姐 眼下穆男态度硬 说动他表姐才是最近的途径 尤其他表姐那一瓶实验药 穆老爷子总觉得受之有愧 一直在想要回什么里 穆管家点头 这两天 他知道了宁威跟穆男都似乎挺信服他那表姐的 我找那位成木先生问问不知道他住哪儿 这件事挺慎重 穆管家觉得还是亲自上门请比较好 几人正说着书房外一道身影悄然离开 穆子宁房间 听完心腹报告的对话 穆子宁磨光一宁 穆男 我就知道他这次回来不怀好意 穆宗西眼底清黑 他拿着烟 牟底阴郁 好半赏 开口 子宁 穆男 他不能留了 我还在 他就急着去讨好穆男 把我们二方放在眼里吗 穆子宁没有立马说话 极限慢端 他跟穆之淮肯定是闹翻了 没有穆家的名声 他以后在穆家的地位必定不如以前 尤其是穆宗西说的最近不少人看好穆男 穆老爷子的遗嘱 穆子宁终于抬头 爸 动手吧 论狠 论心机 穆子宁也不差 不然他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位 穆管家很快就联系了成木 成木询问了秦燃的意思 就把地址给了穆管家 穆管家收到地址 惊讶了一会儿 住在这地方的人都非富即贵 不过想想他拿出来的实验药 倒也就不奇怪了 穆老爷子还是病患 就嘱咐穆管家去请穆男表姐 穆管家应声 穿戴好并拿着老爷子写的情帖 亲自去找秦燃 司机开车把穆管家送过来 到目的地之后 司机看着摩天大楼 不由感叹 少爷的表姐家不简单 木男表姐的事情穆家知道的人不多 穆管家倒是好奇地看了眼司机 你怎么知道 司机神秘兮兮地道 上次孙少爷去找他表姐 去的是西道的私人庄园 这里都是有军队驻扎的 他说的是顾锡池的庄园 光是有钱住不进来 听到这一句 木管家显然震惊 他一路心不在焉地 拿着情帖 找到了成木给的门牌号1201 整了整衣领 伸手按了门铃 刚敲一声门就被打开 开门的不是木管家认识的成木 而是一张年轻俊美的精英脸 这脸的主人 木管家也认识 他震惊了一下 然后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惊骇地开口 抱 抱歉 莫 莫少 我走错楼层了 我要去的是十二楼 他刚说完 成木的头就从莫之怀身后探出来 木管家 这么快就到了 进来吧 莫之怀也礼貌地侧身 您请进 木管家没动 第六百三十三期 国漫眷 三十三截米 眷爷之怒 一分钟后 木管家进了屋门 身侧 莫之怀还还跟他礼貌地打招呼 木管家心中一震 却没敢随意说话 只非常谨慎地同莫之怀说话 莫都的柳家莫家就不用说 两个标志性的家族 虽然没有京城四大家族传承久 但在莫都的位置等同于京城的四大家族 莫家跟基前 无论从哪一点都比不上莫家 在莫都也就在中上游 同莫家这种顶级豪门比不了 木子宁之所以能在莫都 在莫家有这么高的声望 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漫画作者 还因为他跟莫家三少数 所以在秦燃这里看到莫之怀 对方还这么礼貌地跟自己打招呼 木管家不由想起了第一天来莫都的时候 他让司机送秦燃 秦燃拒绝了 说莫都有认识的人 他说的认识的人 就是莫三少吗 木管家脑子还在想着 扯木给他递过来一杯茶 两位先坐一会儿 我们夫人在跟马先生说话 稍等 扯木把两杯茶分别递给木管家 还有莫之怀 就拿起刚刚放下的手机 继续玩游戏 马先生 莫之怀跟木管家 都没有听过什么马先生 只是顺着扯木的目光 往阳台上看过去 秦燃背对着他们 拿着手机在打电话 听不到声音也看不到表情 两人也没在好奇 只拘谨地拿着茶杯坐好 木管家不敢跟莫之怀 相邻而坐 只坐在了对面 承木的身边 莫之怀与承木隔得不远 他善于应酬 也知道能跟在秦燃身边的人 不简单 再同承木聊天 木管家没有搭话 他目光倒是被承木 手机上花里胡哨的游戏 给吸引住 你这手游有点意思 什么游戏 一个小人闯关养成类游戏 画风奇特 确实很吸引木管家 叫什么 我回去下给我孙女玩 木管家推了下老花镜 扯木摇头 他看了木管家一眼 解释 这是夫人的弟弟编写的游戏 在国际青年组 拿到了特等奖 不过他没卖版权 市面上也没有 你要喜欢 等会儿我们加个微信 我发给你 木管家拿手机的动作僵住 倒是墨之怀不奇怪 他笑了笑 只好奇地问道 秦小姐的弟弟多大 以秦燃在IT上的逆天表现 他弟弟能编写游戏 真的还算平常了 十二把今年 成木不太在意地开口 秦林一直跟着唐军在国外学习 最近两年很少回国 因为他跟着秦燃 所以秦林跟他联系比较多 不过最近秦林很少联系他 似乎在忙着唐军的什么培训 具体的 成木也不太清楚 成木正想着 就看到两双眼睛盯着自己看 他愣了一下 然后抬了抬头 就看到木管家跟墨之怀 一顺不顺地看着自己 怎么了 他摸了摸脑袋 好伴上 成木才后知后觉地想到 这两人应该是在惊叹秦林的年纪 他加了木管家 把秦林编写的游戏发给他 木管家在秦燃这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说动了秦燃去木家才离开 回去的路上 他坐在司机的车上思考人生 态度沉默到让司机一直忍不住看他 回到木家 正巧碰上正同木老爷子说话的木子宁 从便捷式阅读这件事发生后 木子宁整个人就不如以往高傲了 开始主动联系其他人 他毕竟还是神之欲的编剧 同莫问苍穹有关系 大部分人还是给他面子的 莫三少那边你要诚心道歉 他应该会原谅你的 木老爷子咳了一声 对木子宁严肃开口 商人力为先 媒体上那边你安静一点 等这波过去就好 我们手里还有制药那边的一个大项目 就算莫家那边不理 还会有其他人 莫少现在不见我 木子宁呼出一口气 他眼睛一瞥就看到了木管家 木管家 你去哪儿了 他去请小男表姐来木家 木老爷子目光也转向木管家 木管家 他表姐答应了没有 听着两人的话 木管家抬了抬头 爷爷 我跟徐先生还有约 你们先聊 听两人又聊起了木男跟他表姐 木子宁就拿起包 朝木老爷子略微汗手 就出去 他现在忙着修复 跟莫家之间的关系 到处找关系 忙得像个陀螺 对于木男跟他表姐 他不在意 木管家自然而然地 就停下了到嘴边的话 他看着木子宁 等他整个人影不见了 他才看向木老爷子 他表姐不答应 木老爷子看着木管家的表情 有些忧愁 那倒不是 他说了 会来 木管家摇头 他看着木老爷子 悠悠开口 我刚刚是想说 我在孙少爷他表姐那里 看到了墨三少 嗨嗨 听到这一句 正在喝温水的老爷子 把自己呛到了 木管家从头到尾 解释了一遍 一边站着的木总策划 听完 也十分惊奇 小楠他表姐 不知道是谁 不过 紫宁小姐不是要 联系墨少吗 这件事到这儿 木老爷子摇头 他把杯子 往桌子上一磕 不要再讨论 小楠表姐的事 他是想跟木男 修复关系 而不是让他跟他表姐都觉得 他们木家是为了贪图什么 木管家跟木总策划 知道木老爷子在想什么 面面相去一眼 都识趣地没再说话 又过两日 木老爷子生辰 这一次不是什么寿辰 他没有大半 只是准备接几个亲近的人 到木家 早上八点 木家的小辈都来刷好感度了 连一只很忙的木子宁 跟木宗西都没有出门 木老爷子穿戴好 接受了一波小辈的祝福 刺阿坐在楼下的花园里 询问管家 小楠他怎么还没来 木管家站在他身侧 帮他泡餐茶 开口 孙少爷最近几天 都好像很忙 他表姐那里 也没他什么消息 木老爷子叹气 这孩子也不知道 在忙什么 两个人正在讨论的时候 木管家的手机响了 他低头看了一下 是一个不知名的号码 看了一眼 直接接起 那边说了一句 啪 木管家手里的茶杯 直接上掉落在地上 面色大变 身体一个不稳 差点摔倒 什么 怎么了 木老爷子心底也一凸 心里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木管家颤颤巍巍的 连电话也拿不稳 只用手扶着旁边的椅子 惊魂未定地看向木老爷子 孙 孙少爷 他心底太过惊骇 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孙少爷怎么了 老爷子心脏拧成一团 木管家面色惨白 木男少爷他们 被 被绑架了 刚刚打电话的绑匪 要五千万抽金 五千万对于木家来说不难 但要拿出来五千万流动资金 却不容易 木老爷子他拿得出来 他急火攻心 拿着手帕 捂着嘴咳了好几声 想起了十几年前 他最出色的儿子 穆宗媛 急切地开口 去 去准备 找银行 流动资金难 找银行贷款 却不难 木老爷子名下 私人财产众多 用来抵押拿五千万 为了尽快 集齐五千万 他甚至开了保险箱 联系了银行 置于报警 木老爷子不敢拿 木宗媛唯一的后代赌 甚至于他都不敢 同太多的人说这件事 五千万筹集到 很快就汇过去了 一个小时后 木管家手机上 收到了一条消息 是一个废弃工地的地址 因为还在峰会期间 魔都交通赌 木老爷子跟木管家 还有几个人 匆匆赶过去的时候 以后是两个小时以后 中午十二点了 那里只有木男一人 没看到宁威 而木男的样子很不好 他靠在墙上 手里捏着一个幽盘 看不清脸色 穿着黑色衣服衬衫 只看到血迹 顺着手指流下来 看到他的那一秒 木老爷子一路 强撑着的身体 终于眼前也黑 直接倒下 木男也强撑着 他抹了把嘴角的血 把幽盘给木管家 交给警局 还有 我妈 找我姐夫 他勉强把一句话说完 就栽倒在地上 木家陷入兵荒马乱 医院 木管家稳住 把老爷跟孙少爷 送进医院 医院 木管家在急救室面前徘徊 急救室里面 是木男跟木老爷子 身侧 木宗西从家中匆匆赶过来 一脸奇迫 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木管家 爸他们是怎么了 怎么出去一趟就进医院了 没事吧 木管家看着电话 色声道 小男少爷被绑架了 宁夫人还不知所踪 没有报警吗 木宗西眸光闪烁 木管家没有注意到 木宗西的神色 只顺着墙壁滑落在地上 不 不能报警 我们五千万转过去了 木家也有人脉 在魔督也不弱 但都没有找到 关于绑匪的消息 他已经联系了认识的人 但连监控都没查到 这种情况下 这个绑匪有后台 木管家真的不敢报警 怕绑匪一怒撕票 木管家现在脑子一片乱 只想起了木男的话 连忙掏出手机 找木男表姐 他正要拨打电话 手机就响了 是秦染身边那个 跟班成木的好吗 他直接接起 木管家 手机那头正是成木 你们在哪儿 庸人说你不在家 木管刚想说话 与此同时 急救室的门打开 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 他扯了口罩 严肃地开口 抱歉 病人细胞失活 找不出原因 我们会安排救护车到京城 京城医院可能有办法 你们早点下决定 护士的声音不小 手机那头的成木听到了 他靠在车门边 看着木家的别墅 整个人容色一素 木管家 谁细胞失活 S大附属医院 摆明是不敢收木男 木管家整个人差点晕倒 S大附属医院是魔度最好的医院 连S大附属医院都不敢收 木管家身上的血液都冰冷了 我们在S大附属医院 小小男少爷他 手机那边 成木脸色一变 脑子轰隆隆直响 而后猛地站起来 他先是看了眼 坐在车内的秦燃 秦燃正闭眼靠在车内门上 成木不由压低声音 严肃地道 木管家 你把电话给医生 或许成木气势太强 木管家下意识地 把手机给了护士 护士刚接到手里 就听到一道男生 报告单发给我 护士愣了愣 把病例单发给了他 与此同时 魔读峰会最后一天 成卷正同一行人交流 手机响了一声 他低头一看 一只风轻云淡的脸 忽然变色 抱歉 我有些事 他同几个人说了一句 直接离开 出了门 他直接驱车去医院 并带着蓝牙耳机 给成土拨了一个电话 语气平静到可怕 在哪 第六百三十四集 漫画卷三十四大老云涌 是不是出事了 柳当家还在招待其他人 柳爵把成卷送走后 站在柳当家身侧 压低声音 我好像听到成哨他找 那位成土先生了 成土是来谈合作方向的 柳家以前只听过成家的名号 并不知道成家在做什么生意 最近在跟肯尼斯成目这行人接触 才发现成家势力 并不仅仅是渗透到国外那么简单 尤其是跟肯尼斯比较熟悉的成土 听柳爵说起成土 柳当家也是一惊 他微笑着跟国际商业合作伙伴 说完经经命脉的事 才微微偏头 压低声音 你去查查 联系成土 是 柳爵点头 他也有这个想法 了解到成卷的冰山一角后 柳家这行人都发现 成卷这行人在魔都的威胁程度 不亚于肯尼斯 外面 成卷驱车往医院那边赶来 手机靠在方向盘边 里面是顾西驰的声音 有点崩溃 你再跟我说一遍 这份报告是谁的 木楠 成卷将车打来个弯 开得非常快 哇哦 他这一家人 牛逼 顾西驰拿着车钥匙往车库走 好半赏才又开口 能不能出来一个正常一点的 他认识的 秦冉是个疯子 秦陵也不正常 最后一个木楠虽然沉默寡言 但顾西驰觉得这学霸比秦冉他们正常多了 眼下看来 是他多想了 个个都是又狠又不要命 成卷没说话 医院 木家其他几个主事的人也依次到场 毕竟事关老爷子 警方正在跟木管家记笔录 废弃工厂我们都没有找到消息 号码我正在让技术人员查 放心 我们会尽快找到他们 你们要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系 他拿着木管家交给他的U盘 直接递给身侧的警员 严肃开口 让技术人员尽快查好 木管家一双手还在颤抖 木宗西走过来 询问了警员几句 这才看向木管家 木管家 不是要把小男转到京城吗 我们先下去办手续 京城那边住院部向来人多 短期内不一定能排到位置 木总策划也深沉着一张脸 十分急躁 对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对 手续 木管家手指颤抖的 他转身 找刚刚的那个护士 发现护士已经不知所踪了 急救室的门还是关着的 关键是 京城医院会收木难吗 木管家深吸了一口气 他毕竟是在木家主事了几十年 这时候需要他安排好一切 他直接朝电梯那边走 去楼下找前台询问 转移木难的事 木总策划同他一起 木宗西站在原地 瞇眼看了木管家一行人半赏 也跟了上去 楼下 木管家找到了负责这件事的人 护士查询了一下记录 在确定木难身体各项机能 无理由的下降 医院这边就联系京城那边了 京城那边动作也很迅速 感染科跟内科专家已经看完了内容 报告也打回来了 京城医院那边也没有办法 护士在电脑上也收到了回复 他看着上面木难的年龄 再看看木管家的脸 有些不忍 木管家头脑彻底炸开了 他被木总策划扶着上了急诊室 急诊室外 木子宁也上来了 木总策跟他解释了一下京城医院的事 木子宁听完 看着木管家的样子 顿了下 猜到 木管家 怎么也要试一试 我帮你联系好院长 他说着 拿出手机要联系好院长 电话还没打通 不远处的电梯门打开 里面站着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 领头的人正是木子宁要联系的好院长 呼拉拉全都出来 个个走路带风 动作很快 与此同时 急救室的门被打开 里面的两个医生护士把木男推出来 好院长看了一下木男身边一直滴滴的仪器 大手一挥 推到顶楼 直升机已经安排好了 生命通道打开 医生护士动作向来干脆利落 木家人还没反应过来 木男已经被推到电梯口边 好几个医生一边看木男的病历 一边讨论着什么 这几个医生年纪都挺大 尤其是胸前挂着的胸牌 感染科主任医师 心内科主任医师 血液科主任医师 今天正好休息日 除了好院长 其他全都是一溜烟的主任医师 医院除了开会 其他护士医生应该很少同时 见到这么多专科知名的主任医师 还这么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小组 木宗希张了张嘴 他转向木管家 木管家 怎么回事 什么生命通道 不是说京城医院那边也没辙吗 木管家四肢无力 此时也有些回过神来 挺懵 木管家 你放心 生命通道已经打开 好院长把手里木男的各项报告指标放下来 看向木管家 有顾先生在 木少爷会没事的 说完 他跟着病床进了电梯 电梯满园 几个主任医师留下来 木家几个人面面相去 顾先生 顾先生是医学组织的人 留下的一个医师看着木管家 十分的礼貌客气 语气还带着点激动 上次京城的病毒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京城医学院的两个顶尖医生研究出来的抵抗药 当时结果出来 整个医学界都被惊动了 顾医生是M州医学组织的招牌 外国贵族请了好几次顾医生 都没请到 你们真的厉害 他一个年过半百的人 提起顾医生还是谜定 木家人可能不了解那位顾医生 但提到M州医学组织是如雷贯耳 别说木家连柳家也没能跟M州连接起经济命脉 木宗西看着离开的几位医生 面色变了好几下 而后才看向木管家 木管家心口堵着的玉器终于隐隐有些散开 木南这边有好院长 还有医学组织的人 他的心还没有放下 至于医学组织怎么回事 他没有多想 因为现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宁威没有消息 木老爷子病情好转 但是还没清醒过来 木南那有好院长在 木管家现在急着宁威那边 他直接去了景渠 木宗西一行人面面相去 也跟了过去 警局那一片匆忙挫杂的形象 办公室的门是紧闭着的 一个警员打印了一份文件 对木家人严肃开口 犯人十分狡猾 电话号码查过去定位是卫星 很显然 他们有一位黑客高手 木少爷的U盘我们也看过 里面是一串病毒代码 目前技术人员还在接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动手的 是国际追杀榜上的罪犯 凶多吉少 你们做好准备 国际追杀榜上的人 木管家面色一白 你们确定 我们根据U盘留下的记号 查到的记录 国际刑警马修手上 排名第十的罪犯 警员汉手 他也是第一次办这种棘手的案子 目前以我们不足以短时间内跟国外联系上 时间太长被绑架的人生命安全越不好稳定 现在可能已经在出国的飞机上了 我们会联系京城刑警大队那边 他们跟国外接触的案子多 警员的这句话一出 木子宁跟木宗西也相互对视了一眼 谋底惊骇分明 那 那怎么办 木管家手扶着扶手 请你们一定救出来宁夫人 也不是没有办法 看着木管家的样子 警员也十分难受 他刚刚在医院也听到了木南的消息 如果你们能找到一百二十九的那位陈鸟大神 宁夫人的位置很快就能确定 陈鸟大神 木管家听过一百二十九的大名 但不知道陈鸟 我要怎么联系他 多少钱都无所谓 木管家不知道 倒是木宗西清楚 他抬头看向木管家 一百二十九五大元老单子都很难下 每天找他们的人不知多少 想让他们出手 难如登天 陈鸟 木宗西正说着 不远处 一道声音响起 很轻烈的声音 夹着着冷意 你需要他做什么 一行人往生源处看过去 就看到穿着白色T恤的女生 一手按着肚子 一手拿着手机 面色有些不正常的白 身后跟着一个人高马大的人 正是秦冉跟成木 这是木子宁第一次看到秦冉 他看着秦冉的那张脸 眼眸微微眯起 不知想起了什么 秦小姐 木管家认出来秦冉 直接站起来 秦冉没看木管家 直接看向景元 手撑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微微附身 再次道 你需要陈鸟做什么 景元愣住 秦冉不耐烦 他拿出来手机 景元一愣 然后回过神来 见秦冉询问 他谨慎地回答 绑匪是通缉绑单上的人 一二九的陈鸟 上一次才单枪匹马 抓了一位 这方面他出手 肯定比其他人强 秦冉敏纯 他还没有收到具体消息 听到景元说起 才知道这是通缉绑单上的人 这种事 和尘确实擅长 他汗手 直接拨了手机里和尘的电话 言简一该 通缉绑单第十 你手里有他消息吗 怎么了 手机那头 和尘扛着摄像头 挺惊讶 你出山了 没什么 他抓了我小姨 秦冉淡淡开口 有资料一并给我 听着秦冉的回答 和尘整个人一愣 他低头看着手机 眯一眼 这人 疯了吧 抓他小姨 靠 活着不好吗 今天请假 他挠挠头 拍拍前面人的肩膀 随意地请了个假 就扛起摄像头 去找常宁了 爱前面那人 看向和尘的背影 你再请假 总便要踩你了 和尘随意地挥挥手 沐南留下什么东西 给我 秦冉挂断电话 直接走到沐管家对面 一双眼眸极黑 垂在两侧的手指甲 深深嵌入掌心 沐管家回过神来 他留了一个U盘 我交给他们了 绑匪那边 还有个电话号码 但李警官他们 只查出来卫星定位 绑匪手机号码给我 秦冉点头 面色平静 这位小姐 手机号码 我们已经查过了 没用 身边 刚刚那个警员开口 给我 秦冉抬眸 沐管家下意识地 拿出手机 翻到了那个号码 秦冉已经拉开 秦冉身边的椅子 就是这瞬间 秦冉手机上 收到了无数消息 跟电话 大概都知道 秦冉现在心情不好 没人敢惹他 秦冉一边坐下 一边把手机 翻转成电脑 蓝色的投影键盘 整整齐齐地 落在桌面上 他打开编辑器 调出搜索令 定位这个号码 没用的 他对面 被他这装备 惊了一下的警员 刚开口 秦冉按了一下 Enter键 手机屏幕上 S式的三维地图上 好几条红色的 行路轨迹出来 几个围观的警员 瞬间闭嘴 最后停在机场 秦冉一手搁在桌子上 一手放在腹部 看向成木 成土在机场吗 成木看了眼手机 跟他汇报消息 他跟肯先生 封锁了两个机场的防线 柳当家正在干过来 和尘小姐 刚刚发了一份文件 还有 马修先生 让你抓了人 直接交给他 第635集 国漫卷35尘埃落定 秦冉看了一遍 手机上的行路轨迹 直接发给成土 实际上 木南的事情 成木根本就没打算告诉他 这里有成卷成土 再加上这是柳家的天下 宁威母子俩 绝对不会出事 要在这群人中 都还出了事 那成土也不用混了 但以成木的智商 想要瞒住秦冉 太难了 幽盘你们解开了吗 秦冉了解木南 他敢这么冒险 一定有自己的思量 也知道他肯定是 留了足够的证据 秦冉跟成木说的一堆人物 让李警官跟在场的人 都心惊胆战 陈鸟他们可以不做讨论 那肯先生他们也不认识 但是封锁两个机场 再加上魔毒 几乎无人不知的柳当家 别说李警官 就连木宗西 也不由看向秦冉 跟成木的方向 还没有 我去拿给你 李警官从秦冉 刚刚那一手 就知道他电脑技术不简单 油盘橘子里的人 暂时也解不开 不如给秦冉 秦冉刚接过油盘 门口又是一阵轰动 外加着一行人 低声吵嚷的声音 李警官眉头一皱 抬脚刚想出去 看看怎么回事 就看到局长 从办公室里面出来 恭恭敬敬地 朝门外的方向走 而门口 几道挺拔的身影进来 局长连忙礼貌地 同围首的身影打招呼 恭敬地弯腰 柳当家 刚刚还有点吵闹的警局 此时寂静无声 柳当家向来严肃沉稳 一张脸棱角分明的冷酷 朝局长略微点头 直接朝人群的方向走过去 停在秦染面前 诚恳地道歉 秦小姐 先去机场吧 成土先生有消息了 关于宁夫人的事情 我很抱歉 人群自发分开了一条路 秦染将幽盘在手中一握 往前走去 容色依旧冷酷 边走边说 两人一道出了门 所有人都能清晰地看到 在京城翻手为云的柳当家 落后秦染一步 整个大厅 没有人敢说其他的话 等两人的背影都看不到了 大部分人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面面相去 柳当家竟然都来了 也有人询问 牧管家秦染到底是谁 更震惊的是牧宗兮 他不知道为什么 心中震动很大 只抬头看向牧管家 张了张嘴 锤在两边的手都有些颤抖 牧管家 刚刚那是 孙少爷的表姐 牧管家知道牧宗兮想问什么 直接回了一句 实际上他也没有回过神来 只看着秦染的方向 他心里早就隐隐 有了牧男那个表姐 不简单的猜想 毕竟之前那实验用药 尤其是上次 在秦染家里 看到了墨之怀 但牧管家实在没有想到 连柳当家 对秦染也是这个态度 牧男的表姐 牧男什么时候 有了一个这么厉害的表姐 牧宗兮跟牧子宁 相互对视了一眼 目光里都有些惊骇跟恐惧 成木跟着秦染身后离开了 他的任务就是跟着秦染 不过柳爵没有跟着柳当家一起离开 留在了警局说几句话 柳先生 局长也认识柳爵 直接询问 刚刚李警官查到了 人最后位置在机场出现 我们 柳爵摇头 你们的人不要动 有事我会通知你们 他嘱咐了几句 才匆匆离开 局长目光扫了扫 最后放在牧家一行人身上 顿了顿 语气十分礼貌 牧先生 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医院 牧老爷子因为之前 服用了一段时间的实验用药 再加上他心念牧男 医生一番抢救后 他也醒来了 一醒来就直接要找牧男 还有宁威的消息 听闻凶手在机场 他从病床上起来就要去机场 牧管家跟牧总策划没有拦住他 只好跟他一起去 孙少爷去京城了 您放心 听好院长说是医学组织的人亲自操刀 不会有事的 牧管家一边走一边安慰他 医学组织 牧老爷子疑惑 可他心里急着牧男跟宁威 倒也没有多想 只略微汗手 在楼下正好碰上了局长 牧老先生 您好 你们是要去机场吧 机场现在不好走 我带你们去吧 看到牧老爷子 局长连忙上前 同牧老爷子打招呼 客气又有礼貌 牧家跟局里之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联系 局长这么客气地跟自己说话 他十分惊讶 看了牧管家一眼 牧管家低声解释了一句 孙少爷表姐 牧老爷子愣了一下 然后也反应过来 局长为的是秦燃 只是心底也存疑牧男表姐的身份 不过此时显然不是追究这么多的时候 一行人往机场赶 今天峰会最后一天 管理应当没有之前那么严格 然而奇怪的是 靠近机场边 几乎每条路都在严查 有两条主干道 甚至被封路了 此时牧老爷子等人 终于明白了局长说的机场现在不好走 是什么意思 有局长在 他们走的路程比较顺畅 没多久就到了机场边缘 局长联系了柳局 在入口处停下 柳局又拨了一个电话给局长 局长听完 愣了一下 然后多看了木子宁跟木宗希一眼 这一眼 让木子宁跟木宗希胆战心惊 爸 那国际罪犯 木子宁木宗希两人借口没有进去 等他们进去后 木子宁才压低声音询问木宗希 木宗希更加迟疑 我不知道 我联系的是当初那行人 你放心 查不到我们头上的 只是 那木楠她表姐 她心里开始后悔前面两次木管家提起的时候 她都没有去看木楠的表姐 木子宁沉默了一下 没有说话 京城 何臣手上门路多 消息也不少 尤其是国际通缉榜上的人 她都有关注 她接的单子一般都是抓人 常宁从楼下匆匆上来 略带担忧 怎么样 人抓住没 姑郎她没事吧 没动气吧 人抓到了 何臣靠在椅背上 把摄影机往桌子上一放 随手拿了罐啤酒 单手拉开拉环 成卷 姑郎 肯尼斯加上我 还是在魔都主场 要连第十的通缉犯都抓不上 我们也别混了 丢人 何臣总结了两个字 那就好 常宁松了一口气 只是眉头还没放下来 我这干儿子干女儿都还没生下来 就经历这么惊心动魄的事 她拿着手机 想跟成卷商量一下 能不能好好管管秦燃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她想着 通讯器上一堆消息 她随意看了眼 都是国际上的那几个人 秦燃成卷 还有何臣肯尼斯 这四个单独拎出来一个 都是让国际上头疼的人 更别说这四个人 连手去抓一个 动静之大 连国际上那几位都被惊动了 纷纷询问 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 常宁一边头疼着一边 给他们擦屁股 两日后 魔都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 墨家 墨之恒成功始事 墨之怀成为第一继位人 第二 墨家第一继承人 穆宗西涉嫌二十年前 穆家二少爷的谋杀案 被逮捕 穆子宁涉嫌一桩勒索 谋杀未遂被逮捕 监狱里 穆子宁跟穆宗西被一起盘问 穆宗西神行俱疲 他呆愣地看向穆子宁 那位柳少爷呢 你去求求他 我知道 穆子宁申请了手机找律师 他记得柳四少的号码 直接拨打过去 柳家 柳四少被柳当家关了好几天 也被柳当家的人教训了几乎一个星期 才被放出来 这一个星期他都在小黑屋 没有手机摸 连太阳都没看到 对于他来说 无异于度日如年 出来的第一件事 他就是看极限漫端神灯 跟依依子宁的消息 微博上事情还能搜出来 整个漫画界都是神灯的消息 关于依依子宁 他连个边角都找不到 神灯就那照片还有这么大热度 他打了个电话给助理 询问依依子宁的事情 一边问一边去找柳当家告罪 刚走到书房边 就被柳爵拦住 说柳当家见重要客人 柳四少就在不远处等着 没等五分钟 就看到柳当家亲自送了两人出来 态度恭敬 柳四少还从来没有见过柳当家这个态度 一双眼睛都要瞪出来 柳当家身边的两人也逐渐露出脸 一男一女 男的身材奇长 犹如朗月 女的虽然看起来冷淡 但那一张脸精致好看 尤其是身上那股子带着点锐气的字意 十分耀眼 两人气势不仅不比柳当家弱 反而隐隐更胜一筹 柳四少愣愣地看着 好半少没回过神 柳当家亲自把人送到大门外 等人走出去了好久 柳四少才询问柳爵 刚刚那女生是谁 魔都怎么没见过 你说秦小姐 柳爵淡淡看向柳四少 你应该认识 就是极限慢端的作者 什么灯来着 第六百三十六集 陈大老倦一 笑面间谍一 京城 早上八点半 新鱼记 何臣一手扛着摄影机 一手拿着手机在跟人打电话 路过电梯边的打卡器 他嘴里叼着卡 踩着最后一分钟 直接打了卡 陈姐 你又踩点了 电梯上刚下来一个员公公 看到何臣又完命踩着点来 不由伸手做采访姿势 采访一下 你是 你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踩最后一分钟来 若是一天两天就算了 除却出差时间 每次如此 这控制力 太可怕 何臣吐出嘴里的卡 容色挺温婉的 没什么 还没出师 说起踩点这一点 何臣看了眼打卡器边的时间 暗想着要给孤狼 他分分钟能给你踩最后一秒钟 日日如此 论控制时间 他还是个弟弟 何臣走进电梯 伸手按了要去的楼层 马修他们那边不用管 常宁老大已经帮你们收尾了 手机那头正是秦冉 人我送给马修了 祖宗 你最近可给我老实一点 何臣数着电梯的楼层 悠悠开口 对我这侄子或者侄女好点 京城多少人盯着他肚子的那个 怎么就他整天还有这么多活力蹦蹦跳跳 听说成卷为了让他玩电脑 还给他定制了全套实验室的便服 哦 那边的秦冉应了一声 电梯到达楼层 何臣往自己的工作台走去 我上班了 有事再聊 对了 记得把我要的资料传给我 我过两天去M州处理 何臣挂断电话 走到自己的位子上 把摄影机往桌子上一放 陈姐 你怎么去哪都扛着你的机器 他隔壁 一个圆脸女生凑过头来 好奇地开口 不重吗 圆脸女生林雨珊 心愚记跟何臣关系最好的一个外跑记者 刚来的时候跟着何臣 眼下两年过去了 他成了正式记者 也能独当一面 动什么 何臣拿了张纸 不紧不慢地把自己的机器擦了一遍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他伸手拍拍自己的摄影机 一笑 林雨珊脸红了红 他压低声音 陈姐 上次那个大导演找你去拍戏 你真的不打算去 何臣的长相小家碧玉型的 五官标致 皮肤白皙 气韵十足 只是平日李总戴着个眼镜 又画着李雨珊十分嫌弃的妆容 身上的灵气跟姿色全被糟蹋了 被大导演发觉 是在李雨珊家刚洗完澡的何臣 跟他在楼下吃大排档 也没画李雨珊嫌弃的妆容 被路过的大导演看到了 李雨珊总觉得 画了难以言说的妆容的何臣是小家碧玉 如同江南女子般温婉 没化妆的何臣整个人气势十足 但又蛊惑人心 哪个都是他 又哪个都不像他 不去 何臣擦完机器 就开始浏览今天的工作 整理要跑的新闻 你有点稚气 行不行 李雨珊看了何臣一眼 再不济 你能不能把你这一言难尽的妆容卸掉 李雨珊觉得何臣有一双神奇的手 帮他化妆的时候惊艳众人 怎么给自己化妆的时候反倒这么一言难尽 今天要跑的新闻是城南 徐奶奶的狗失踪了 何臣念着自己的新闻稿 看他这样 李雨珊也不说话了 他叹了一声 然后回过头 也开始工作 刚打开电脑 右下角一条新闻就弹出来 当红女星宋青青 昨夜与一神秘男子出入酒店 外配了一张图 宋青青 之前演了一部爆红网络剧 成为了当红流量 前不久又出演神之遇见的女二 与秦修辰同台 一时间风头无俩 新渔记民生跟娱乐圈都有涉猎 李雨珊看着这条新闻没有什么 就在他要伸手插掉这个新闻的时候 撇到跟宋青青同框的男人侧面 男人穿着黑色西装 身高腿长 一手插在兜里 侧脸线条十分冷酷 李雨珊不相信 点开大图又看了看 大图看得比较清楚 李雨珊直接皱眉 刚想点掉 就看到何臣拿这个白瓷杯站在他身后 津津有味地看着 莫了还评价了一句 不错 臣姐 你半点也不生气 李雨珊压低声音 大图上的男人正是瞿子肖 瞿家在京城排不到前十 但也十分有底蕴 京城上次站队 瞿家前妻站错 但瞿子肖很快又站回来了 勉强立足 在外界是单身情况 是圈子里的钻石王老五 因为从事娱乐行业 这种绯闻不算常见 毕竟圈子里都只当他玩玩 他喜欢欧阳威这件事 在圈子里都不是秘密了 今天这件事闹得比较大 瞿子肖很快就被人扒出来 瞿家也没有发布澄清内容 不生气 和尘轻飘飘地开口 咬子漫不经心 反正离婚协议他都找七成军打好了 他说完就拿着马克杯去茶水间倒咖啡了 李雨珊看着他的背影 不由叹了一声 随即看着电脑上的大图 心底把瞿子肖骂了一百遍 和尘倒了一杯咖啡也没回自己的座位 而是悄无声息地转去了楼上老总的办公室 给我一个外派任务 他大马金刀地坐在老总对面 老总手下一抖 一个名字差点都没签好 这次是哪里 事先声明你不许去占地了 那倒不用那边打不起来了 这次是M州 和尘低头喝着咖啡 一个星期 M州 老总头疼地按着太阳穴 你到底是去干嘛的 虽是这样说着 他还是给他安排了外派任务 你在新渔记干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想过升职副总编 谢谢江总 和尘站起来道谢 直接打断老总要给他升职的话 转身离开办公室 办公室内 老总看着他的背影 不由摇头 伸手拨了一个电话出去 瞿夫人 对 又出远门了 这次是M州一个星期 这次瞿尚是真伤他心了 怎么跟人不清不楚 连同住酒店的新闻都被爆出来了 不然他才刚回来 没几天又要出去 下午五点半 和尘跑完新闻回来 同林雨珊一起下班 和尘本人没有车 平时外出只有新渔记的工作车 他跟林雨珊一起出门 刚到楼下 就看到停在马路对面的宝马 宝马边站着一个跨着包的年轻女人 妆容精致 气质明显 看到和尘 年轻女人连忙踩着高跟鞋走过来 和姐姐 你等等 陈姐 你朋友 林雨珊跟在和尘手下两年 都没见到过和尘的朋友 这还是第一次 他有些惊讶 嗯 雨珊 你先走吧 和尘眯了眯眼 随口道 林雨珊点点头 也没问那年轻女人是谁 她拿着自己的包直接离开 和姐姐 年轻女人跨着名贵的包 看向和尘 不由叹了一口气 我今天才回国 曲子霄的事情我听说了 曲家怎么这样 连个司机也不给你安排 算了 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去 我们边走边说 曲家老宅 和尘看了她一眼 也没拒绝 下午曲夫人给她打了个电话 让她回老宅 和尘没法拒绝 年轻女人为言挺惊讶的 不过还是上了车 把车驶入人流 下班高峰期 车狠堵 十分钟也没开到一公里 又缝红灯 年轻女人手放在方向盘上 看着车后座坐着的和尘 好扮上 才于心不忍地开口 和姐姐 你别怪我们家 当时那情况 年轻女人是管儒 和尘小时候的玩伴 和家跟管家相邻 和尘与管儒的哥哥 管持青梅竹马 两家都有定亲的意思 你知道 后来你爷爷 跟徐家老爷子 战友的关系爆出来 徐夫人跟你们家提亲 你妹妹不愿意 他们调了你 徐家一家不好惹 而且我爸妈 管儒抿着唇 和尘在后排 接了秦燃给她发的邮件 管儒没接着说下去 但和尘也知道 徐家在京城 算不上金子塔尖的 但也数得上号 不是什么普通人家 管家是书香门第 管持当年也是A大的状元 前途无可限量 管父管母 都没有再跟徐家争取 甚至把管持管儒 都逼到了国外 管家实际上也不弱 但管父管母 都没有打算 要跟徐家作对 先不说徐家家大业大 不值得交物 就算管家真要跟徐家争 也绝对不会是为了 和尘一个女人 第六百三十七集 陈大老眷铃二 离婚协议 管儒说了不少 但一路上 和尘都没再开口 最后 管儒就不说话了 在路上行驶了一个半小时 车子停在了徐家大门前 徐家纵使经过了 前段时间的低潮期 在京城圈子里低调得多 但豪门底蕴却还在 和尘开了后车座门 管儒这才看向和尘的背影 他跟和尘从小一起长大 只是这一次觉得和尘 变得有些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和尘姐 瞿哨的新闻我看了 和尘下车 他伸手关上车门 拿着摄影机往肩上一看 侧头朝管儒看过去 只是笑了笑 挺大方又挺迷人地 朝他挥手 挺好的 谢谢 今天不方便 改天请你吃饭 他直接回徐家 背后 管儒看着和尘的背影 目光带着担忧 好伴赏后 又叹气 他至今不知道 他哥哥当初为什么妥协 徐家 和尘走到大门口 一个拿着茶壶的女佣 直接看向他 微微皱眉 他看着和尘 上上下下扫了他一眼 对方一袭碎花裙上 还有微小的线头 您找谁 和尘把肩膀上的摄影机 看了那女佣一眼 我找徐夫人 女佣长相有些甜美 他看了眼和尘 不太相信地往回走 刚转身 曲管家就来了 少夫人 曲管家看到他 眼睛直接笑眯起来了 您可算回来了 夫人等了您好久 正在厨房煲汤呢 他转头看厨房的方向 一边说着 一边还要去接和尘的摄影机 太太 少夫人回来了 和尘看了看厨房的情况 就知道今晚可能走不了了 就把摄影机递给去曲管家 我去厨房看看 管家连忙扛着和尘的摄影机 往楼上走 临走之前 他淡淡看了那女佣一眼 女佣被这一眼看得 整个人背后冷汗直流 曲家不是一直有传言说 那位曲少夫人一直不受宠吗 这又是怎么回事 小陈 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一趟 是不是不要妈了 曲太太从厨房出来 拿一张纸擦着自己的手 看着和尘不由念叨 今天是不是曲子霄惹你生气了 那个混蛋 我已经叫她回来了 提到曲子霄 曲太太手捂着胸口 脸色通红 没有 网上都是捕风捉影的 妈您不要在意 和尘摇头 同时也头疼 您心脏不好 不要老生气 曲太太还要跟她说什么 和尘笑了笑 我先上楼洗个澡 楼上有和尘的专属房间 跟曲子霄是分开的 她打开了房门 管家已经把她的摄影机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 和尘拿出摄影机里的U盘 然后直接打开电脑 她房间一共有两台电脑 笔记本跟一体机 都是秦染送的全套装 和尘打开电脑 没有立马去看U盘 今天的拍摄内容跟照片 而是点开历史记录 直接登录了一个黑白网站 若是有人在此 一定能看出来 这是129的官方网站 和尘给自己拿了罐啤酒 一边单手拉开拉环 一边浏览着上面的消息 找她接单的人一向很多 她比秦染好一点 每个月都会接两三单任务 她今天要找的是M周的三单任务 才刚看到一半 门就被人忽然打开 和尘眉头一凝 直接缩小了网站页面 脚一蹬椅子 整个人转了身 看向背后 门边 曲子霄穿着黑色西服 满脸黑气地看着她 有些不耐烦 你又找我妈把我找回来了 和尘 你忘记了我们约法三章 互相不干涉了 还是这是你的新把戏 曲子霄满脸黑气 她跟和尘的婚姻 完全是协议 她一心都是欧阳威 偏偏她妈妈又不喜欢欧阳威 而她也知道欧阳威心有所属 当初跟和尘结婚 正好是因为和尘也不想被家里催婚 两人长辈都认识 都有结亲的意思 一拍即合 一开始她对这姑娘感觉还挺好的 安安纷纷 可后来她也作妖了 三天两头找她母亲告状 若不是欧阳威给她的资料 她还不知道表面看起看忠厚老师的和尘 这么会作妖 而和尘也不知道哪里对上了徐太太的眼 一告一个准 因此曲子霄对她更为不耐烦 曲子霄也不敢气她妈妈 曲太太说什么她就做什么 今天会开到一半 就被曲太太威逼利用回来 让她给和尘道歉 为的还是一个什么新闻 曲子霄声音还挺大 噼里啪啦的 和尘把最后一口啤酒喝下 又捏扁啤酒罐往垃圾桶一扔 心里想着 这要是秦染 早就不耐烦揍曲子霄一顿了 姑郎这脾气 也不知道谁灌出来的 他估摸着从小到大就没好过 你还不值得 和尘淡淡瞥曲子霄一眼 离婚协议我晚点发给你 听到离婚两个字 曲子霄心情好了不少 他深深看了和尘一眼 希望如此 他转身直接去了楼下 房间内 和尘看着曲子霄的背影 两个人你离婚协议有两次了 都被曲太太的突发心脏病吓退了 曲太太对自己很好 和尘确实有些怕他的病情 想到这里 他伸手拿出了手机 给秦染发了一条短信 你们家那位心外科怎么样 手机那头 秦染已经下了飞机 到了木南的医院 收到这条信息 他也不太清楚 就问负责接他的成亲 你们老大心外科如何 成亲也收到了木南转危为安的消息 文言笑 业界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秦染点头 他把帽子扣到头上 慢吞吞地把原话给和尘发过去 这才继续往前走 收到这条消息的和尘笑了笑 嗯 等一下我发给病例给你 和尘发完直接下楼 楼下饭桌 曲太太给和尘盛汤 小陈 你是不是又要出差 一个女孩子家那么辛苦干嘛 你们老总也是 一开始让你去当战地记者 还三天两头地去出差 妈 我还好 和尘笑咪咪地给曲太太夹了根青菜 曲太太心脏不好 不适合油腻 听管家说您最近身体不好 过两天我陪您去检查一下吧 哼 要不是有个逆子 我身体一直很好 曲太太冷笑着看向曲子霄 转而又笑咪咪地给和尘加了块肉 小陈你多吃点 看着和尘吃完肉 曲太太才冷淡地看向曲子霄 你明天晚上是不是有个拍卖会 带小陈一起去 曲子霄皱眉 她看了眼和尘 以往和尘都会以加班为理由拒绝 却没想到和尘没说话 只低头喝汤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毛底晦涩更重 好 妈 她刚说完 和尘就不紧不慢地抬头 妈 我明天有个新闻稿 没时间 曲太太立马温和地开口 行 那你忙 不要太累 吃完饭 和尘说自己还要加班 就上楼 曲太太拿手帕擦了擦嘴 冷淡地看向曲子霄 跟我上楼 楼上 曲太太房间 啪 她把一张报纸扔到桌子上 严厉地盯着曲子霄 怎么回事 报纸上 正是她跟宋青青的头条 妈 宋青青只是我的学妹 她以前学行真的 才刚下娱乐圈 我们只不过在酒店巧遇 曲子霄头疼地按着太阳穴 是不是又是和尘她 什么小陈 她什么话都没有跟我说 曲子霄 你是个男人 结了婚就该结身自好 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也不该有 自己的儿子 曲夫人自然知道 这些报道不是真的 她的人品她还是信得过 她只是捂着胸口生气 小陈有什么不好 考上了艾斯大摄影系 还在国外留了学 人品样貌哪里都不差 那个欧阳威哪里好 人都消失了你还在想着她 好了 妈 您别生气 曲子霄立马给曲太太顺气 绝口不提欧阳威 心里倒是意外 何尘还在国外留过学 不过也就随意一想 好半上 她才以公司有急事忙 离开 半个小时后 黑街酒吧一条街 京城几个公子搁在一起喝酒 听说没有 管家那位大少爷回来了 海归精英 年少有为 京城不少人捧着呢 我家老爷子都还逮着他 教训我不学无术 嗯 曲少 怎么苦大仇深的 一个戴眼镜的思问 男人看向曲子霄 见他一直不在状态 不由笑 还是因为家里那位的事 这些都是曲子霄的发小 几个人感情都很好 肯定还是他那个老婆 对了你老婆叫什么来着 算了 寸头男人晃着酒杯 不在意 也不知道你妈怎么了 找了个身材样貌财情 甚至家事都远远不如 寸头男人还没说完 就被身边的人推了一下 他连忙晋升 不敢提曲子霄的心头朱砂痣 曲子霄跟何臣结婚这么多年 曲子霄也没带何臣 见过他的哥们 从这一点就知道他的态度 曲子霄没说话 只喝酒 手机响了一声 他低头看了看 邮箱里多了份离婚协议 第六百三十八起 陈大老眷龄三 穆家幽盘 约妹夫看病 何臣之前在曲家说会 给他看离婚协议 没想到这么快发给他了 曲子霄伸手下意识地往下滑 为什么当初那么多人 跟何臣假结婚 曲子霄目光有些恍惚 还没划到底 身侧的寸头少年忽然平静地开口 我打听到欧阳威的消息了 曲子霄的手猛然顿住 也停止了想象 不仅是他 桌子上大部分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过来 静止地看向平头少年 在边界监狱 普通人很少知道 平头少年压低声音 看着在座的人 成王败寇 这个道理你们懂 欧阳家失败了 轮到这个下场不意外 戴着眼镜的男人点点头 忽然想起来另外一点 他转向曲子霄 好在伯母当初够警觉 不然 京城几个月前 发生过一次动荡 消息被那几个家族 全线封锁 大部分人只知道 几大家族再次公开的时候 秦家忽然上位 而欧阳家再次低调隐匿 手里的产业 大部分都被对头吞并 曲子霄跟欧阳威的 一众追求者 试图联系过很多次 但无奈于实力不够 认识到了自己 跟他们的差距 这也是一开始 曲家误入歧途 跟明家勾搭上的原因之一 不过好在后来 曲太太竭力阻止了 曲家汤最后一趟浑水 把曲家摘出来 不然以成家的手段 曲家在不在 还是一个问题 想起这些 曲子霄也是后怕 更明白了 曲家在那几个家族面前 不堪一击 京城无数附加子弟 对欧阳威心持神往 欧阳威是129中级会员的 名院之名广为流传 更是无数人心头的白月光 几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寸头少年很快就换了个情绪 笑咪咪地看向曲子霄 最近听说你跟那宋青青有猫腻 那宋青青 长相倒有几分像 曲子霄想来洁身自好 能对一个二线演员心软 无怪与宋青青 无论是成长经历 还是长相同欧阳威 都有几分相像 不说了 我先回公司 曲子霄索然无味地扔了酒杯 明天要跟GC集团谈合作 GC集团 戴眼镜的男人略显诧异 管家那位大少爷的自由企业 这位是真有手段 国内无数集团想要跟他合作 紫霄 遇上他 你小心点 一日 和尘去公司打了卡 完成了外出采访老人小猫的任务 就去了机场接人 机场 穿着冷沉的黑色西服 一声不吭 身上散发着冰冷气息的谢酒 站在出站口 火托托一个冷血罗刹 周身两米范围内 一个人都不敢接近 只有宁威不远不近地站在他身边 和尘扛着摄影机走近 孤郎小姨我带去医院 谢酒冰冷地突出一个字 人带到他转身就走 等等 M周西部交易场是你们的地盘吗 和尘问 谢酒看他一眼 依旧冷冰冰的 不是 和尘点头 然后笑咪咪地看向宁威 小姨 那个人就是那样 没有被吓到吧 我带你去医院 秦燃在魔都到底受了惊 胎心有些不稳 昨天晚上就被秦家成家两人 按在了医院 宁威这件事出动了谢酒 只是地下联盟跟金木水火土 到底有仇 这两方势力对碰 怕火星撞地球 他亲自送了宁威回来 和尘正好也要去医院找秦燃 就没让成 请两家接谢酒 自告奋勇地来了 宁威除了脸色有些苍白 神态略显疲惫 其他如以往没什么两样 和尘调了调眉 便带宁威去了医院 沐南有医学组织两大巨头 成卷顾兮迟在 自然没什么生命危险 眼下不但清醒过来了 还去楼上看同在病房的秦燃 和尘到的时候 沐南跟秦燃一个烦躁地坐在病床上 一个弱弱地坐在椅子上 相对而逝 妈 陈姐 看到和尘跟宁威 沐南连忙站起来打招呼 和尘把摄影机随手放到秦燃床头边 朝沐南看过去 弟弟 可以啊 有兴趣跟我混吗 沐南一愣 然后摇头 我不学摄影 你可以找明月姐 除去五行 其他很少人知道和尘真正的身份 只大概知道和尘跟常宁熟悉 怕也是129的人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鬼 但依旧对他非常尊敬 扑 跟你开玩笑 我可不敢跟我妹夫抢人 和尘懒洋洋地挥手 沐南是成娟定下的物理研究院接班人 他可不敢抢 说完后才转向秦燃 我去找我妹夫 秦燃抬了抬眼眸 摁了一声 就从兜里摸出了个U盘 随手扔给和尘 不仅不慢道 他在17楼的实验室 U盘里面是20年前 魔都木家生化药物的资料 声音又轻又冷 容色带着浅浅造诣 和尘抬手就抓住了U盘 挺诧异 难怪被国际那群罪犯盯上 原来是生化药物 跟他最近接的单子有点关系 和尘拿着U盘 去17楼找成娟 询问瞿太太心脏病的问题 17楼 秦修辰也刚好跟成娟 当面讨论完秦燃跟木家的事 讨论出结果后 他松了一口气 这才出来准备出去 正好碰上要进来的和尘 和小姐来找人 秦修辰礼貌地打招呼 因为没休息好 他声音里略带了些沙哑 圣级的面容也略显得近人了些 细长的眉目间隐隐间风流婉转 这是秦燃的叔叔 和尘对他也很有礼貌 嗯 来问问成医生一点事 对着秦修辰 他实在叫不出来成娟媚夫 秦修辰往旁边揍走了两步 给他让了个道 沉 沉 屋内 刚拿了份打印的文件的成木 撞到河尘 面色一变 恭恭敬敬开口 沉小姐 成木正在安前马后 帮成卷的忙 主要是在病房 要面对秦大佬的死亡凝视 时不时地还有智商碾压 他顶不住 屋外 要走的秦修辰看到成木这样 不由倾笑 你觉不觉得 这位何小姐有一点点面熟 经纪人看着河尘 有些若有所思 秦修辰收回目光 去楼下看看冉冉 经纪人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眼下的秦影帝 除了每天被迫营业 微博上最多的就是让他催更 基本上都是 拜托秦影帝 求求你侄女快点更新吧 实惨 看完小侄女过后 你要尽快去M州进组了 经纪人按了电梯门 已经拖两天了 下午 何尘把新闻资料交给老总 就光明正大的撬班 回了自己的公寓 林雨山十分佩服地 看他又撬班了 妈 何尘公寓 他拿着手机搁在耳边 给瞿太太打电话 我给你找了个医生 明天跟我去看看 上午他就跟成卷约好了时间 依照何尘跟秦燃的交情 成卷无论如何也会给他 空出一个上午的时间 手机那头 瞿太太放下修剪花槽的手 医生 何尘拉开冰箱 找了瓶啤酒 随意地用牙咬开盖子 喝了一口 才到 您心脏老毛病了 这医生不错 让他给你做个系统性排查 这样我过两天出差也放心 瞿太太心头一暖 他本来想跟何尘说 他国内外医生找了这么多 都没用 不过他没有服何尘的好意 那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吗 他小心翼翼地开口 何尘手上拿着空瓶 一双雪白的脚踩在灰色的地毯上 就往窗边走 看着小区楼下 略意思索 笑了笑 嗯 我跟你一起去 哀嚎 手机那头 瞿太太高兴地应了一声 瞿管家把剪刀又递给他 微笑 少夫人真关心你 小陈是个好孩子 有才有貌 M大博士 年纪轻轻就拿了摄影奖 瞿太太按着眉心 若不是她是我儿子 提起瞿子霄 瞿管家也没开口 瞿子霄一心在欧阳威身上 从不肯听和尘的消息 这三年 连和尘在哪上班 估计都不清楚 瞿太太把一盆花草捡完 觉得她儿子还能拯救一把 她是真心喜欢和尘这个儿媳妇 看起来多舒心啊 想了想 她拿手机给瞿子霄打了电话 明天 办公室内 瞿子霄头疼地按着太阳穴 跟瞿太太说了几句之后 就挂了电话 管总那边不好下手 她对面 秘书把文件放到她桌子上 看到她愁眉苦脸的样子 一顿 瞿总 没事 明天上午要陪我妈去一趟医院 帮我推掉行程 瞿子霄开口 另外一位部长一愣 瞿太太怎么现在去医院 合尘她给我妈找了个医生 我妈让我们都陪她去 瞿子霄 瞿子霄 眸子漆黑 闻言 办公室内几人面面相去 这些都是瞿子霄的心腹 自然知道她结婚了 这么多年 瞿家里里外外找了多少医生都没有 眼下那位少夫人给瞿太太找了位医生 还这么兴师动众 怕是又开始做妖了 第六百三十九集 陈大老隽 医院十七楼 有故事的少夫人 瞿太太的病确实找了不少医生 但大部分都束手无策 只能让瞿太太注意情绪 注意饮食 瞿家在京城也有些地位 他们找的医生自然有不少心外科的名医 那些人都束手无策 这会儿和尘要带瞿太太去看医生 这些手下难免会觉得她做妖 前有欧阳威对比 注意在前 和尘又几乎没出现在这些人面前 大部分只知道少夫人各项都不如京城的一众名愿 他们对和尘有偏见 再正常不过 明天上午空出一段时间 曲子霄想了想 开口 GC那边下一场谈论是明天下午 只是管池并不到场 明天上午关于GC的研讨会 他只能远程听了 秘书拿出记事本更改了行程 不过管总那边有些麻烦 他不好约时间 管池 GC的执行总裁 28岁 海归精英 能力确实很强 最少之前的一次照面 曲氏隐隐落下风 曲氏跟GC都是媒体行业 曲子霄眼光好 也十分有能力 这一次跟GC是讨论媒体拍卖会的合作案 有人送管池的资料过来吗 生意场上很多事都是投其所好 曲子霄看向秘书 秘书点头 之前就有位先生送过来了 我让人送上来 曲子霄是个成功的生意人 社交颇广 之前因为欧阳威的关系 认识不少业内知名私家侦探 关系都还不错 曲总 还有一个神之玉 已经在M州开机了 您方便什么时候去看看 秘书翻了翻日程表 神之玉 曲氏投资了一亿两千万 国内好的科幻电影不多 曲子霄一是为这部国内科幻电影 二是为曲氏的橙子视频带播热度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不亏 看情况 曲子霄淡淡开口 没过多久 他就收到了私家侦探调查给他的资料 他坐在椅子上翻了翻 看到资料内容 十分惊讶 管持 X零年高考卷理科状元 连续拒绝国内最高两座学府的 经大A大招揽 毅然去了S大金融系 而后在两年内又考上了M大金融工程 在校第一年 就跟着一个教授参加了一个项目 拿到了高级股票分析师的证书 继而又被两大知名金融行业大佬抛橄榄枝 他全都拒绝 自创了GC行业 他的经营理念很强 在注册GC这个商标之前 就拿到了近乎两个亿的融资 眼下不过三年 GC已经步入全球五百强 S大的金融才子 M大十大杰出学子 金融工程系与行侦系双学位 财经杂志的新贵 网络上还有 把他跟金大的宋绿亭相比 都是专业理科又暗绰绰地学了个行侦 底下还列举了兴趣爱好 这个金融界才子很喜欢行侦 曲子霄认真看完 呼出一口气 心里有了思量 有突破口就好 尤其是行侦 拉开左边的抽屉 刚想把资料放进去 就看到了里面三前 他让欧阳威调查的合成资料 那时候他跟合成刚结婚没多久 让欧阳威帮忙查过合成资料 欧阳威当时是129的初级会员 查到的关于合成的资料并不多 聊聊几句在一个报社上班 还有关于几次都是他故意撞他的痕迹 曲子霄目光略过这些资料 迟疑了一下 然后把管持的资料放进去 曲子霄加班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曲太太的电话 让她去合成的住所接她 从曲家出发去医院 听到这个 曲子霄更加头疼 她看向开车的助理 按了按太阳穴 去她的公寓 助理恭敬地点头 还朝后视镜看了一眼 没再说什么 兢兢业业地把车开到了合成的住所 合成住在老城区 房价不算很贵 这片很热闹 路过一片早餐地 一大早就能感觉到鲜活的气息 有家早点铺十分有名 一早上就排到了街尾 小区内也一早就一堆老年人在打太极 还有聚在一起喝早茶的 那是不是梁老先生 助理看着为首的哪个打太极拳的老年人 惊讶了一下 最近国漫兴起 国学文化又一波热度 梁老先生作为京城太极拳馆的国学接班人 在网上拾火 他在外踢馆的视频被人做了不少彩点像 风靡一时 最主要的他是物质文化的宝藏 属于国宝级人物 也是橙子视频的热点 曲氏大部分员工都知道这个梁老先生 曲子霄看到那位梁老先生也十分诧异 没想到梁老先生住在这么接地气的地方 不过看梁老先生认真打拳 他没有打扰 只暗暗记下了这里 曲子霄跟何臣向来精卫分明 很少来找何臣 也没进过他的房间 这次还是曲太太给他的地址 他站在楼下给何臣打了个电话 何臣只淡淡说让他等着 曲子霄皱了皱眉 他拿着手机刚想要进去 刚站到电梯边 电梯就开了 里面穿着白色衬衫 黑色休闲裤的男人靠在左边站着 一手插兜 眉眼微垂 看到那人 曲子霄愣住 管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人不就是公司内部昨天没约到的管池 听到声音 管池也抬了头 他眉眼有着意气风发 细看又带了点隐晦的颓色 看着曲子霄的目光更是复杂 只是朝曲子霄略微点头 来找人 说完直接离开 身侧 曲子霄的助理看着管池的背影 十分惊讶 管总怎么会来这里 曲子霄摇头 资料上 管池的家在市区 他这么早在这里出现 想必是对他很重要的人 和尘下来已经是五分钟后了 他今天头发也没砸 随意地披下 穿了个浅蓝色的碎花长裙 鼻梁上罕见地戴了个黑色的眼镜 脚上踩了个人字托 不休蝙蝠地从电梯出来 这栋楼距离大门口不远 助理的车也停在外面 和尘走在曲子霄前面 路过的老年都会停下来跟他打招呼 小尘早上好 小尘这么早要出门吗 和尘也笑眯眯地回应 每个老人他都能叫上号 对老人十分温和又有耐心 曲子霄看着他的背影 忽然想起来他总是见到 曲太太看和尘的采访视频 大多是一些老人琐碎家常的视频 在当地频道 眼下几乎没几个人会看的频道 路过打太极拳的那一行老人 穿着白色练功服带头的老人 直接停下来 小尘你看看我这么对不对 是不是第十四事 他激动地给和尘演示了一下 然后又指着另一位老人开口 老白头说我不对 你平平理 明明就是你不对 另一个老头也过来 气得脸红脖子粗 小尘你给他演示一下 对付老人 和尘向来有一套 他随手笔划了个大西瓜 低垂得眉眼耐心又认真 白爷爷 良爷爷的是他复原版的第十四事 你是传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第十四事 没三分钟 这件事就解决完了 曲子霄的助理频频看他 最后看到和尘去那家有名的早点铺 越过人群直接拿了两份豆浆包子的上副驾驶的时候 他实在没忍住 没敢问他跟梁老为什么这么熟 只问了一句 少夫人 您学过太极 他刚刚笔划的太极 就算是外行 看得也是有模有样 和尘咬了口肉包子 然后用手机拍了一张满是肉馅的图片 发给秦燃 你看这肉 它香不香 发完它才回助理 大学参加过兴趣协会 后座的曲子霄也看了和尘一眼 没出声 车子直奔曲家大宅 曲太太已经早在门口等着了 看到两人一起来 她显然很高兴 几个人换了辆家常车 曲太太跟和尘坐一起 曲子霄单独坐在一边 并拉了桌子 放电脑 随时听会议内容 很快就到了医院 和尘直奔住院部 按了两层 一个15楼 一个17楼 曲管家贴心地询问 少夫人 您约的医生是住院部医生 在哪一层 她心里私存 医院的住院部 有哪几个心外科医生 你们先去17楼 有人会带你们去 15楼很快就到了 和尘拎着一袋包子出去 我先去给我朋友送个早餐 马上来找你们 她家边上的早点铺 十分有名 昨晚就跟秦冉说好了 早上给她带吃的 电梯继续向上 和尘不在了 曲子肖才看向曲太太 有些无奈 曲太太倒不在意 小尘能有这个心 我高兴 也让她高兴高兴 到时候看到医生 你可不许问什么 也别打击她的积极性 她看了这么多专业医生 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今天能答应和尘 是不想服她的好意 至于医生能不能治 她跟曲家人早就不抱希望了 丁 十七层到达 电梯门刚打开 曲太太一行人 倒是有些惊讶 十七楼 陈舍看起来不太像是住院部 没有病人跟家属过往的痕迹 倒是有不少医生护士来往 他们还没惊讶完 一位护士就过来 您是陈小姐说的那位徐太太吗 请跟我这边来 第六百四十集 陈大佬眷领武 离婚 陈小姐 这是说和尘 她不是姓和 曲家几个人面面相去 曲太太也惊了一下 不过还是跟着护士顺着走廊往里面走 十七楼确实跟他们一开始的想象不太一样 走近了 才发现靠近走廊的房子并不是封闭式的 两边都有玻璃窗 透过玻璃窗还能看到里面的大型医疗器材 曲子霄正在跟她的发小打电话 看到这一幕 她也顿了一下 你说刚刚碰到了管池 在一个老式小区 手机那头 发小的声音把曲子霄的思绪又拉回来 曲子霄收回目光 跟在曲太太身后又转了个弯 在前面带头的护士已经停在了一个门前 礼貌地敲了下里面的门 曲子霄随意地开口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还在医院 只能下午才能拿到结果 这几个发小向来无话不谈 昨天就知道她要陪曲太太来看医生 其他时候也就算了 眼下正好在曲氏根这么紧张的时候 发小不由责了一声 就你还真的陪着白跑一趟 趁早离了省事 伯母也是 任由她胡闹 前面护士已经打开了门 让两人进去 曲子霄恩了一声 一边随意地跟着曲太太进去 一边想着之前的离婚协议 看来 要找个时间跟何臣好好说一下了 前面 曲管家还在同曲太太说话 太太 少夫人真有心 想必是为你找了个好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抬头 正好看到站在办公桌边的成院长 对方似乎恭敬地低声 跟坐在椅子上的人说着什么 曲管家跟曲太太 也来过无数次医院 虽然跟成院长不是特别熟 但也说得上一两句话 两人惊讶过后 目光就落在了 坐在椅子上的人身上 白大褂是敞开的 斜椅着板凳坐着 贱人被带进来 她抬了抬头 慢慢坐直 透过窗户落下来的光线 循着她的动作 将她脸印照出来 请坐 一手拿着黑色的签字笔 一手正调动机器边的底片 白赤灯下 那只手干净修长 骨节流畅 成卷在圈子里挺低调的 圈子里的她明动京城 但真正见过她的没几个人 曲家跟成家之前有过交锋 曲子霄跟曲太太 都是见过成卷的 此时看到她 别说曲太太 就连曲子霄也犹如天光炸破 一时间脑子有些反应不过来 一瞬间只有五个字 成家太子爷 早两年的时候 成家太子爷强悍的医学天赋 就展露出来 尤其是她成功为存活率 接近于零的冰冻人做了手术 名声大造 此后 她一直专心各项疑难杂症 每隔几月一起特殊疑难杂症 并留下各项研究与医学宝贵资料 前后提供了十样技术 让这些现代医学技术 无法拯救的病人 有了新的生存方向 没人知道 她是怎么攻克这些疑难杂症的 只知道连医学组织 都称她是医学史上的奇迹 如果说秦燃让IT领先 现有技术二十年 她无疑是将医学技术 推动到另一个顶端 徐家几年前 不是没有想过要找成卷 但是徐太太算不上疑难杂症 还能用药物压制 最重要的是 徐家哪里能请得动她 少 少爷 管家看着成卷 给徐太太做检查 她看向徐紫霄 几乎是机械的开口 少夫人她 她找的医生竟然是成三少 徐紫霄站在靠近门口的方向 也是满脸轻饿 还未挂断的手机 传来发小的声音 楼下 合尘刚到病房的时候 秦修辰也在病房 她穿着深蓝色的横纹衬衫 滴腰牛仔裤 细细把苹果切成一小块 然后扎上牙签 才递给秦燃 今天就出发 秦燃随手拿了根牙签 抬头看她 秦修辰轻声笑了下 如同浅淡的白色月蒙 伸手敲了敲她的额头 用心嘱咐 可能要一到两个月 你自己当点心 别给你爸他们找麻烦 知道 秦燃一手枕在脑后 往床头一靠 一手拿着牙签 一块苹果吃完了 她也没接着吃 就叼着牙签 秦修辰打量她半晌 见她这样子 略微眯了眼 暗想走之前 还是要跟成卷叮嘱一番 她转身 要走 刚好在门口遇到和成 秦修辰一边 给自己戴上口罩 一边同和成礼貌地 打了个招呼 和成看着秦修辰离开了 才随手隔着老远 把包子豆浆扔给秦燃 拿好 秦燃精准地接到手里 扒拉开一看 一杯豆浆 两个包子 她吐出牙签 咬了口包子 里面是清淡的素材包子 味道还行 就是少了股肉味 秦燃动作慢下来 有些面无表情地 看向和成 你今天是诚心 想找我打架 和成还没说话 秦燃又慢条斯理地 咬了口包子 偏和成一眼 你打不过我 他走过来看了看 又把另一个包子 扯开看了看 又是一个素包子 和成也挺服气的 雨山之前让我带过早餐 他只吃素 我忘记跟他们说了 和成这个人跟秦燃挺像的 各方面没什么耐心 通常也就看到一个顺眼的地摊 随手一果 楼下的包子那么火 他是不耐烦排队 也不耐烦买的 早几年前 就花了五百万 投资了包子铺 只要他在京城 每天早上楼下包子 都会给他准备好早点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家包子铺 如今已经火遍全国 依靠着包子铺 他都已经身价尽异了 最后一块素包子 最后还是便宜了 从楼上下来一脸懵逼的沉目 秦影帝要去M州 何臣大大咧咧地坐在病床上 光明正大地吃着他的苹果 秦燃叼着豆浆的吸管 拍神之玉 何臣点头表示了解 又插了块苹果 成卷的报告检查出来了 何臣拿出手机 看了成卷发过来的一份报告 上下扫了一眼 专业性词语很多 他不太懂 不过最后诊断结果倒是看清了 手术可遇 何臣缓缓地把苹果吃完 看着这诊断半晌 才把手机一握 直接站起来 打了个响指 可以安心出国了 帮我谢谢妹夫 我先去找七律师 至于十七楼他就不上去了 他估摸着现在上去要被 瞿太太 瞿管家堵个半天 成目慌忙咽下最后一口包子 陈小姐 我送您 何臣手拨通了七成军的电话 一手插在兜里 七律师 你要的资料我都交给你了 明天我要出差 放心 交给我就行 手机那头的七成军十分严肃 成目站在电梯口 面无表情地看着何臣 笑眯眯地地把手机塞到兜里 京城律师界鼎鼎有名地 曾经打过十个一产地权益官司的七大状 竟然帮人打离婚官司 瞿家一行人被何臣炸响了一个惊雷 但是等了一个白天家晚上 都没有等到何臣回来 瞿太太给何臣打电话 何臣只说她赶着出差了 去何臣住的地方 她对面的那户人家也说何臣出差了 对于何臣三天两头消失 瞿太太跟瞿管家已经习惯了 倒是瞿子肖诧异 她对她这个名义上的妻子 了解得太少 真的假的 她找到了成家那位 我记得何家出了何老爷子从军 基本上都是书香门地 没看出来还有这门路 晚上酒吧 曲子肖若有所思地喝着酒 身侧的几个发小听闻这个消息 面面相去 不敢相信 曲子肖摇头 手机亮了一下 她一边翻看手机 一边回 我听管家说 之前京城Y3病毒时候 是她全程跟进整个实验结果 何臣是记者 几个发小都知道 不过记者的圈子跟他们格格不入 他们没有花心思去管 只是没想到她之前 竟然还跟进了 京城医学实验室的结果 难怪她能找到成家那位 她在记者这个行业混得还挺好 平头青年诧异地开口 曲子肖微顿 神色有些复杂 她倒是听曲太太说过 何臣大小拿了不少摄影奖 不过那时候她没放在心上 一边想着 手机上的消息点开 是找不到人的何臣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 明天我的律师会去找你 没其他废话 曲子肖看着这条消息 整个人顿住 她手机就随意地放着 发小一抬眼就看到了 整个人精神抖擞 忽然一震 她签了离婚协议 紫霄 这次你可千万瞒住你妈 让她知道了 这又离不成 等等 她不会又提前告诉你妈了吧 快打电话问问